好来关心的是在花莲有一名军官 他才刚刚跟妻子从桃园度假会扮回工作岗位 但是没有想到他却疑似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想不开 事前还曾经跟路人呢碰上了这个聊天说 抱怨工作压力太大 而且呢还说老师被长官斥责 没有想到没多久就发生这样的意外 不过同事都说知名军官其实平常工作非常不错 也从没听说过有任何的问题 留下才一岁的小孩肚子里又有了四个月的新生命 哭得伤心的妻子怎么也没办法相信 才刚和先生从桃园度假三天回来就发生这样的悲剧 现场拉起封锁线花莲一名中卫军官 疑似因为工作和家庭压力想不开 在车内烧炭 车内还放着和妻子的婚纱罩 还有一双小朋友的鞋子 他们上司啊 上司 妈他怎么 不晓得我问他骂什么 他又不讲话 就是说人家不开心这样 事前还跟抽水战的工作人员聊过天 没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这起不幸的意外 同财之间的相处的互动也都非常的良好 那也跟他的家人这边 他跟他的太太这些生活的情况都是很好 也都很正常 长官洪桃至今都不清楚他巡短的原因 不过他们表示将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中天新闻 廖威玲 陈丽雯 花莲报导